我刚刚是选了四边,可是有时候选,有时候不好选,或者是多边的话,像这边只有四边 如果说你有像六边形,或者是八边形等等,你要一次 它如果是一个回路的话,那你可以怎么办呢?你选两边,其他边它自动会帮你选起来 那我们用那个圆角里面,你点一下圆角之后的话,第一个一样先选一个线段 比如说我这个线段点一下,点一下之后的话,它会出现说呢 你的这个半径,圆角的半径,那圆角半径,我一样输入5Enter OK之后的话呢,底下会跳出一个讯息,就是什么呢? 底下的讯息会跳出那个,你的那个,你的这个地方 选取边缘,我们刚刚是直接选取边缘,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可以改成回路,这边有看到一个回路,有没有? 回路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给我第一边,跟给我第二边 那我会告诉你说你的面在哪里,如果是你一次一个面的话 那我就会帮你怎么,把这个面的回路呢,通通都变成一个圆角 那这样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OK,那这边的话呢,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呢,我们这边输入一个L,输入一个L LEnter,OK LEnter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会 输入吧这个 L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它会要你选取回路的边 所以你只要选一个边,比如说我选这个边好了 选一下之后呢,它会跳出什么呢? 它会问你,问你什么呢? 问你说,你现在做回路的部分,是不是这个面啊? 是这个面吗? 不是嘛,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用什么?不能接受,下一个 所以你就点,滑鼠就点一下 它会问你说,下一个,是不是这个? 它出现,是不是这个呢? 如果是的话,因为我们刚好回路 我希望呢,做的是这一个面的圆角 那你就,如果是这个面的话 你就按接受 接受之后的话呢,直接按个空白键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自动帮我把这个面的 通通做成圆角了 你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一个一个慢慢点 OK,这个是用回路的方法,多一个L的指令 那你们当然也可以练习,就是说把这地方呢 再做一个,比如说五边形好了 像我书上这边有一个五边形 那你也可以利用五边形的方式来做 OK,好,那这个地方呢 或许我们换一个方式 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做一个多边形 那多边形它的边跟中心点的距离 距离为多少,距离为100 然后呢,我希望这个是八边形 好,八边形 然后呢,上面的圆角的半径 这个半径